女大声失踪迷航道缅甸是自由行吗 还是有可能落入号称全球最残暴的KK园区诈骗大本营 可能会遇到什么恐怖经历 过去就有受害者形容 自己如同从地狱被救了出来 有东南亚最中战之称的缅甸诈骗园区到底有什么秘密 活鲜肉话题带您深入核心 了解事件全貌 您好欢迎收看活鲜肉话题 我是肖淳云 今天要带您一起来关注静怡大学女学生失联案 上个月底一名就读静怡大学大二的女同学 从台中租屋处外出后就失联 警方后来掌握到原来她是搭上飞往伦敦的班机 但在泰国她下了飞机改飞到缅甸仰光 虽然警方目前不认为女同学有被人蛇集团控制 但外界仍然非常牵挂女同学的安危 担心她会洋入虎口被困在缅甸恶名昭彰的诈骗园区 今天活鲜肉话题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 缅甸最复杂最险恶的诈骗中心苗瓦迪地区 水沟谷和KK园区 全球反诈骗组织的成员透露 缅甸的KK园区虽然不是规模最大 园区内部大约一万多人左右 但她却是以残暴闻名 但这里的诈骗组织是怎么样来对待受骗入园的工作者呢? 竟然会让被救出来的马来西亚少年在机场跪地感谢 去年年底 马来西亚19岁少年法汉历经了四个多月的恐怖打工诈骗后 终于回到家乡 法汉的妈妈告诉新加坡海峡时报 她的儿子是先在新加坡找到一份帮忙家务的工作 但之后就被雇主莫名其妙调到泰国去 接着呢又被偷渡到了缅甸 过去台湾也有人受害 士林的一名女子在脸书上看到高薪的征财广告 内容呢是做客服人员一个月可以领到9万元的薪水 但其实哪来的什么客服工作 扯开又握的薪水包装 这就是KK园区的诈骗工作 被骗去的民众要在诈骗机房里面当骗子 有一名香港受害者就透露 他们要学加密货币 并且呢在各种社交媒体 像是WhatsApp Instagram上面来办假账号 并且假装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来骗其他的网友 而且每个员工还会被定KPI 像法汉如果没有做到约新台币20万元的诈骗收益目标 他就会被打或者要饿肚子 他们被规定一天要工作至少15个小时以上 在这种折磨人的环境里面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呢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付赎金 第二就是逃跑 但是这一笔赎金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像是法汉当时打给妈妈求救 诈骗集团就要他给出高达新台币10万元的赎金 才肯放人 那逃跑的人结局如何呢 其实他们会更惨 因为在这个诈骗园区的四周 环绕着4公尺高的围墙 还有带刺的铁网 试图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 会被绑在双层床上面一个多月 类似的折磨手段还有水形 因为这边已经是东南亚诈骗的终点站 所以如果这个受害者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没有办法工作 那诈骗集团就会物尽其用 摘取员工的器官拿去贩售 有受害者就告诉香港英文虎报 里面的诈骗员工会被当成商品一样来对待 如果你今天骗人没骗成 那就会被转卖到其他的诈骗园区 每一转卖一次你的赎金就会翻倍 距离回家之路也就更加遥远了 去年柬埔寨诈骗案在台湾很盛行 当时调查单位受访时曾经透露 这些没钱俗生的受骗民众 只好采取抓招替保身的手段 导致一个拉一个的这种情况产生 这时候这些诈骗集团向他们开出一个条件 来你去骗一个回来 我付你仲介费当你的俗生费 你骗一个就可以走 骗两个我还给你钱 那导致现在国内发生什么状况呢 这些民众就转向自己认识的亲人下手 为什么因为最快最方便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区域如此无法无天呢 其实和缅甸内战有所关联 因为水沟股处于缅太边界 被众多武装势力瓜分把持 当地组织克伦边防部队和中国商人合作 经营所谓的新城市计划 但其实就是线上诈骗的大本营 在台湾生活多年的缅甸YouTuber 缅甸蒜头哥哥也曾经在影片中提到 过去缅甸军政府曾经试图攻入这个诈骗区域 结果竟然被当地组织给打跑了 但也因为大量曝光传出KK园区 悄悄转移阵地 到仰光附近要来建立新的据点 继续从事步伐 下次听到朋友突然要去国外打工 记得要多关心几句 去哪里 做什么 避免更多想赚钱的国人 赔了时间金钱又上身 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线热话题 不要忘了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是肖群云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